自法国大革命以后 人生而自由 生而平等的价值观 早已成为了一种普世价值观 无论你身在何处 有着什么样的肤色 众生皆平等 但颇为讽刺的是 这个十八社稷就已经明白的真理 在两百多年后的世界 依旧受到了无情的亵渎 种族格力制度 可以算得上是人类史上 最出名昭著的制度之一了 人们仅仅因为肤色上的差异 就被全分 从而在经济 政治上受到极其不公的待遇 1950年 南非颁布的人口登记法 和特点居住法 标志着种族歧视和格力制度 在南非成为了一种正式的法律制度 虽然早在19世纪 英国殖民政府时期 实现的通行证制度 已经宣告了南非种族格力的开启 但这两部法律的出现 无疑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 这个种族主义制度 种族格力制度下的南非社会 有多荒谬呢 根据人口登记法 南非地区的人 现实大体上被划分为了 白人和非白人两大类 其中非白人又被刑分为了 有色人混种 印度人和黑人 且为了避免在南非地区 占多数人口的黑人团结在一起 这些黑人又再次被刑分为了 祖鲁人 科萨人等数十个族群 这极大的割裂了 南非土著的社会群体 而在人口登记法的基础之上 为了进一步阻止非洲人 形成民族主义 这些被刑分后的黑人族群 又被单局 强迫清洗到了各自的分区当中 这些分区被同称为黑人家园 当然了,在这个所谓的黑人家园当中 黑人同样没有太多权力可引 政府可以肆意拆除黑人的入所 并允许白人出自在此建立新的设施 除了作为种族隔离制度 基石的人口登记法 和特定居住法以外 往后的南非政府 还颁布了禁止不同人种 至今零因的 禁止跨足零因法 禁止不同人种经发生性关系 为者视为刑事犯罪的被得法 以及隔离设施法 等一系列的法律制度 而这一系列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压迫制度 本质上其实是一种经济制度 其目的就是要将黑人 永久地限制在附属地位 限制在低收入的劳动者阶层 1953年 毫不隐私的南非政府 颁布了班图教育法 把对黑人的教育 从传教士手中收了回来 此后的黑人们 被强迫进入到政府学校 去学习那些被刻意 前到种族差异的课程 以及那些能为白人工作所需的低级技能 在当时的南非社会 这些黑人劳工的工资 几乎要低于白人劳工的十倍之多 而面对如此恶劣和银刻的种族主义立法 黑人们显然是难以接受的 所以当这些立法出现以后 除了非洲黑人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些罢工 抗议和游行示威等活动以外 一个一直以来 都在为南非黑人争取政治 经济权力的组织 在接受过教育的 非洲年轻新一代的领导下 蓬勃发展了起来 这个组织 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 非国大从1952年起 多次发起和参与了 公开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 但这些运动 在当局的残酷镇压之下 最后皆以失败而告终了 当时间来到1960年 非洲年的到来 让自由开始加快降临到了 非洲的大部分地区 但在南非 自由的窃息 稀薄的令人窒息 于是 非国大和此前因不满 非国大非暴力不合作政策 而独立出来的泛非主义者大会 在这一年又实现了合作 他们决定继续举行大规模的 和平抗议活动 来反对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制度 1960年3月21日 南非历史上极其黑暗的一天 这一天 上网民抗议者 聚集在了沙佩维尔 当地的一处警察局 黑人抗议者们 通过为携带通行证的违法行为 向警方自首 来表达自己对种族隔离的抗议 而随着气氛病的愈发简瞻 双方的摩擦一开始进进升级 但没人能意料到 警察最后竟然会向 手无寸体的示威者开枪 随后 69人在这场示威活动中散生 180人受伤 其中大多数人 是在逃跑时被捕中枪的 而这场被称为 沙佩维尔屠杀事件的发生 标志着南非自由斗争 迎来了一个转折点 南非走向政治自由的和平进程 无意被可怕的枪声打断了 新独立的亚非国家 呼吁联合国 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 但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 英国和美国 都否举了这一提议 西方世界的冷漠和无视 实在令人感到心寒 所谓的道义 在生意面前似乎不止一提 而面对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立无援 以及南非政府的残暴行为 一直以来变成非暴力不合作的非国大 终于不情愿 但也无奈地表示 武装斗争已成为了必要的手段 于是 激进的军事组织 民族之谋在1961年成立了 原非国大领导人之一的纳尔宣曼德拉 成为这个新组织的领导人 民族之谋向南非政府发出警告 称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 进行宪法改革 以及增加黑人政治权力的话 他们将发起进一步抵抗政府的恐怖行为 1963年 民族之谋发起了多次成功的袭击 但也是在同年 南非当局在约翰内斯堡 抓捕了包括曼德拉在内的 多名民族之谋高级指挥官 这些指挥官随后被指控犯下叛国罪 命令死刑和终身禁禁 民族之谋的受挫 让当时的南非政府自信地认为 只要通过残酷镇压反抗运动 黑人的革命不足为惧 因此种族隔离制度 在如此沸腾的社会情形之下 仍旧被当局继续推行了 但事实证明 南非政府错过了形势 也低估了黑人们反抗的决心和力量 20世纪70年代 黑人劳工开始频繁举行罢工 抵抗运动再次掀起 在这些劳工的反抗下 南非政府被迫重新立法 开始允许一定条件下 黑人组织工会的建立 与此同时 黑人学生们也开始掀起了黑人意识运动 旨在恢复黑人的自尊 实现自我解放 一直以来 黑人学生对于列等的教学质量 就颇为不满 在当时 黑人教育经费 不足白人的十分之一 1976年 约翰内斯把1.5万名学生 发起的和平游行示威 结果遭到检察的开枪镇压 由此引发了愤怒的黑人们 在南非全境掀起了反抗运动 据悉仅在1976年到1977年这两年间 检察对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 共造成了600人死亡 上万人因此受伤 被拘留或流亡海外 到了20世纪80年代 黑人的抵抗运动 变得更加频繁和激烈了 这个时期 南非抵抗运动的领袖人物 是曼德拉的妻子 被誉为南非国母的 温妮曼德拉 英勇无畏的温妮 不惧殴打 流放和虐待 坚持为黑人的权益发声 也正是因为温妮的努力 但此时还在狱中的曼德拉的影响力 得到了延续 公众对这位黑人英雄的记忆 也被唤醒了 此后 南非黑人们的这些抗争行为 也被国际媒体揭露 被转发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尤其是安全部队 对手无寸体的示威者 进行的实弹射击 可以说是极大的震撼了 愈发重视自由民主的国际社会 世界舆论 难以接受南非的暴力程度 曾经默视这一次的西方国家 显然再也不能视而不尽了 1985年 外国资本纷纷撤离南非 南非货币兰特 一度贬值到1984年的三分之一 而如果说国内的动荡 加上国际舆论的压力 已经让当时的南非政府摇摇欲坠 那么纳米比亚的独立 显然成为了压倒这只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自一战 南非击败德国殖民者以后 南非政府就一直占置着纳米比亚 矿产资源丰富的纳米比亚 南非政府不打算遵守 联合国的委托条款 让其独立 同时 他还把种族格力制度带到了这里 由此引发了纳米比亚人的 强烈抵触和反抗 从1960年起 纳米比亚人族党就一直在发起游击斗争 反抗南非的非法占领 而随着时间来到80年代 藉由南非内部的局势动荡 以及来自先进独立的 安哥拉等国家的军事支持 纳米比亚人终究还是获得了胜利 1988年 经美国调停 南非政府同意结束在纳米比亚 长期的非法占领 1990年3月21日 即沙佩维尔屠杀30周年纪念日 在这个意味深长的日子 纳米比亚正式宣布了独立 纳米比亚的独立是南非白人政府 曾引以为傲的武力压迫 在黑人群体面前的失效 也预示着减靠强硬的镇压 是无法真正扑灭和平息 所有上这不公而发起反抗的怒火的 FW德克勒克 是在PW塔克总统退休以后 先继任的南非总统 作为前内阁中的强硬派的德克勒克 面对着国际上 对种族格力制度的巨大舆论压力 以及国内的一系列动乱和政治权力斗争 他开始不得不重新评估南非的局势 随后 为了挽救这个国家 德克勒克采取了一系列大胆的举措 他废除了人口登记法和特定居住法 也结束了80年代以来 国家启动的紧急状态 另外 他还解禁了非国大等其他政党 曾经被关押的大量政治犯被示范 这其中 就包括了已经被关押了27年的曼德拉 而德克勒克 对废除种族格力制度的巨大推动 之后使得非洲跟黑人政党 可以更加坦然地走向了南非政治舞台 1994年 南非举行大选 不出所有人意料 非国大大获全胜 获得了62%的选票 非国大的领袖曼德拉 之后宣誓成为了南非首任的黑人总统 德克勒克出任副总统 那么到了这里 南非的黑人们在经历了漫长的抗争以后 终于获得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但在政治问题上的缓和 也并不意味着往后的南非的道路 就是一片坦淡 事实上 无论是内外部的变化 都在考验着南非 甚至是所有非洲大陆有黑人展传的国家 南非黑人的胜利 宣告了非洲大陆 已经彻底摆脱了殖民统治 获得了解放 且跟随政治解放一同得到解放的 是黑人在文化和心理上的解放 当非洲黑人 重新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之时 他们依然重新启航在了 这个全新的时代 当然了 曾经殖民时期所留存下来的遗产 还有待他们面对和处理 可无论以后会怎样 非洲人现在挺直的脊梁 已经彰醒了他们 具备了面对未来所有挑战的勇气和觉醒